希望可以幫我把這邊變成1到6 因為我們不要把這個分開來 總共有6個號碼 幫我把它分隔開來到這邊 所以呢 我們當然不要手動 我們如果要自動產生的話 可以寫一個回圈 這邊的話呢 可以中獎 增加中獎號碼 那我這邊是 藍的話是4J 列的話是4I 4I往下 4J是往右 然後1到6 1到6做什麼呢 幫我把這個號碼放到哪裡呢 Sales的第1列 所以這邊是1 固定第1列的第幾個呢 第幾藍 我要放在第1藍是4藍 所以把什麼 把這個J的值加3 為什麼加3 因為我要把它放在這邊 不是從1開始 1就放從這邊開始 從這邊開始 然後呢 裡面放什麼呢 裡面就放最 所以第一就放1 1就放2 1次類推 所以我這邊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增加中獎號碼 1有沒有 2 3 4 5 6 1次類推 那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分別把這邊6個號碼加上去了 就完成 第一個 再來就是增加中獎號碼 接下來要做什麼呢 幫我把這6個號碼 跑到這邊來 特別注意喔 怎麼樣把這6個號碼 跑到這邊來 其實呢 在VBA裡面的敘述非常簡單 你必須要多學一個函數 叫Sprits Sprits就是切割 切割的時候告訴他說 幫我把那個切割到 哪個範圍裡面去就好了 所以如果我要把這個東西切過來的話 那你只需要寫一個什麼 如果我要把 這邊多一個資料剖析 那我要怎麼把它剖開來呢 基本上喔 你可以把 你要剖的位置高 幫我剖到哪裡 剖到這邊 這邊的敘述喔 叫做Range 特別是剖到哪裡要寫前面 所以這個叫Range 然後哪個範圍呢 幫我剖到第二 有沒有 到 帽號對不對 到I的第幾呢 I2的位置 OK 幫我剖 怎麼剖呢 等於 用一個函數叫 我打一個VBA 電 它有一個叫Sprits S P Sprits 這個 這個函 這個函數的話呢 主要就是切割 那切割的話 你跟他講說 你幫我Sprits什麼東西呢 這個儲存格 這個儲存格 Sales 刮壺 第幾列呢 第二列 第幾籃呢 第B籃 B籃就打這樣 前面打過 然後豆點 跟他講說 你幫我把那個儲存格裡面 做切割 但是你要告訴他第二個 你要按照什麼去做切割 裡面有一個符號 它是豆點 你幫我把那個豆點 幫我把它切開來 然後放到哪裡呢 切開來之後剛好有六個嘛 那就剛好一個蘿蔔的坑 幫我切過去 我們來試一下 所以這邊的話按F8 讓他執行一下 你會發現Sprits過來 會不會剛好放在我要的範圍裡面呢 有沒有發現 05放在這裡 09一直到45 有沒有Sprits 但是問題來囉 我現在還有這麼多 那這麼多 你不可能說你複製 然後把這邊2改成3 有沒有 有沒有 然後再貼3改成4 4改成5 所以其實應該就跑個回圈就好了 有沒有就4回圈 4回圈怎麼寫呢 特別重要 就是一樣嘛 4i等於d 這個前面有寫過的話 其實你可以拿上面寫過的來改就可以了 有沒有這邊寫過嘛 你可以複製嘛 然後拿這個貼到這邊來 然後從第二列 對沒錯到最下 Enter兩下 打一個NAS 然後把剛剛這一行呢 放到這個中間來 做什麼呢 按個TAB鍵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邊一樣嘛 改成 改成i比較好 OK 這邊前面一樣 雙銀號兩個 一到中間 end兩個 再一到中間 再加個i就可以了 然後把它空白 這個做過很多次了 那這邊也是一樣 因為它在最右邊 所以你就空格 end i就可以了 因為它後面沒有東西了 那這邊也是一樣 這個就把 這個就不用改 因為它裡面就放一個數字 好 程式寫完了 把它執行看看 這樣會不會OK 執行 沒跑 哦 還有個地方 這邊改什麼 改i就可以了 好 OK 好 大功告成了 這個程式嘛 雲端上也有了 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 全部OK了 那再來還要做什麼呢 把這一欄刪掉 所以這一欄刪掉叫 Column 有沒有 這個叫Column 藍 的B欄 後面加個 點Delete 這個意思就是說 把這一欄刪掉 刪除B欄 好 所以這邊刪除B欄 刪掉 然後最後的話 加一個什麼呢 Column 就欄 物件 後面有一個方法叫AutoFits Auto就自動 Fits就自動調欄 其實就是自動調欄寬 OK 自動調欄寬 好 這樣子 就大功告成了 所以我們總共會有幾段程式呢 總共會有1234567段程式喔 OK 那如果未來你要一次全部喔 因為我們分了七個步驟完成 但是你如果希望一次就完成的話 以後呢你就寫個Sub 叫做大樂透下載 然後你分別用Col Col這個他就呼叫哪一個 呼叫執行這個 Col這個 所以他就是全部串在一起的 所以全部串在一起的話 我們來執行給各位看一下喔 這個喔 如果你把它全部執行 他就把七個步驟喔 全部一次就跑完了 也就是說呢 他先幫我把資料下載完 然後再分別刪除日期列 然後再複日期等等等等 全部一氣喝成就OK了喔 不知道怎麼 資料量太大還是把它跑一下 我看一下我有沒有1到10而已啊 OK沒有跑很多看一下喔 那理論上喔 他就會OK了 那最後的話呢 如果我們有這些資料的話啦 那當然你可以複習一下 前面的那個單元 我們有做過就是說 1到49號 他的機率多少排名多少 所以最後得到的結果喔 1到大樂透的前7個號碼 中獎機率最高的喔 就是這幾個 8號排第一名 11號排第二名 28號排第三名 一時類推 我們就可以很快的把這個結果給做出來了 OK 所以呢 請各位今天的作業喔 大概就是 再把上個禮拜的部分延伸多了 總共有幾個 總共會有 這個刪除列 到刪除逼欄 全部再把它串在一起 變成一個大樂透的 這個一鍵完成的 這個程式 來 畫面在旁邊 請各位試一下喔 那另外的話呢 我有把那個 最後完成的程式碼 一樣有放在雲端上面 那程式不多 但是我是覺得好處就是說 你可以一次 就全部把它做完 這個感覺其實還蠻棒的 OK 試一下喔 謝謝 謝謝